蓝云里红花绿叶看起来美丽极乐 这些盛开的花是盛耀兰 一向是花卉市场的宠儿 而手脚利落正在采收的农二代蔡家豪 虽然不是农业相关科系出身 但经过两年的磨练 对于所有的农士都很上手 她原本专科念的是日文 后来到日本公读经营管理 更在日本从事贸易工作近十年 为帮父母亲分担心劳 蔡家豪毅然决然放弃百万年薪的工作 飞向务农 在日本之前工作大概薪资约十万左右 然后回来务农就是虽然很辛苦 可是就是所得上面也是蛮有收获的 务农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对然后因为毕竟是家里的事业 所以就是还是会来接受家里的事业这样子 我在日本学的是经营管理 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日本外销啊 然后就是日文方面就是还是有一些帮助这样 蔡家豪与家人献种有三甲地的兰花 另外也投入椒苗培育工作 对于儿子能返乡帮忙 蔡妈妈觉得真是多了神队友 回来当然有比较轻松啊 因为有人有小孩子承接他爸爸的工作 然后我们年龄也老了大了 他高兴快乐就好 有没有高兴快乐 有啊就是毕竟是做自己的工作 会比较得心应手 然后比较开心一点 跟家里这样子很亲密 在一起也比较好 蔡家豪说从农这条路有辛苦也有甜蜜 他离开有空调的办公室走进来源 感到比较辛苦的是得在高温炎热的环境下工作 不过现在已经适应了 而从小耳濡目染下 农事工作一点都难不倒他 加上现在收入也不输以前 他认为自己选择返乡务农 协助家业也能有很好的发展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